嗨 大家好 我是花痴小妹 水昂老师 今天我们吃什么 哇 给我来一盘树棍 想干嘛呀 难道是因为这冬天太冷了 你想让我生火吗 眼瞎呀 这是甘蔗 甘蔗 甘蔗这个时候不真躺在地里吗 怎么会到这儿来了 再说 甘蔗哪有这么干的呀 甘甘蔗 甘甘蔗 哎呀天呐 今天真是大开眼界呀 我还头一回见甘甘蔗呢 这甘甘蔗都甘了 怎么吃呀 你看 真的像树棍子一样呢 嗯 一点水分也没有 那就煮水吃 哎 煮水 嘿 这想法好 那那那上水来 上锅来 水和锅已经准备好了 哎 感觉少了点 再加点 好 接下来放甘蔗 哎 全倒进去 盖上盖子 等上三十分钟就好了 吉时已到开锅 哇 我这是大火煮了三十分钟呀 瞧 瞧我这甘蔗汁都煮 好像都煮了一半了 哇 好香啊 哇 这这儿有点烫 傻呀 快出干的还不关火 哎 太激动了 来 关掉 我们来尝一尝 嘿 这甘蔗汁的颜色都出来了 来 给大家看看 像糖浆一样的颜色 嘿 甜丝丝的 好像是刚从地里挖回来的甘蔗一般呢 但是呢 就是甜度没有那么高 不是甜蜜蜜的感觉 来 现在把水捞出来 直接倒吧 哎 倒完了 怎么就这么点水呀 啊 我这半锅水呀 全都浓缩在这个杯子里面了 哼 都说浓缩才是精华 看来 这一杯甘蔗汁呀 嗯 就我独享了 哦啊 好甜啊 这颜色看上去像柴叶水的色泽 嘿 这么多才煮了这么点 太不合算了吧 是不是我水放扫了 单老师 还不是怪你火太大了 你咋没提醒我呢 一回生二回熟 下次我就知道该怎么煮啊 实在是太烫了 我没办法喝呀 不过这汁啊 还挺好喝的 特别的甘甜 大家都知道 这甘蔗呀 可是营养非常的丰富哦 瞧 我们的汁糖啊 就是从甘蔗里面提取的 那这一杯甘蔗水啊 就是纯天然的 哇 一定具有 美容养颜的功效 多喝多漂亮 瞧 我这盛水熔盐呀 以后就靠它来续命了 好了 那我们本期的 干干着就给大家 分享到这儿咯 喜欢的朋友们 别忘了关注和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